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我是主持人铁峰 首先让我们欢迎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阮老师 阮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您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阮英平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中医健康管理师 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健康观察员 刚才营养菜小秘密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经典的 小米南瓜粥 这平凡中健身级啊 对吧 咱们今天干脆就聊聊南瓜怎么样 这南瓜我觉得这个太家常了吧 您能把说什么花样吗 这还 你看看 他嫌弃了他 其实我平时为大家推荐很多的营养菜 并不是说让大家去买多么珍稀 多么贵的东西去吃 真正的营养啊 其实就是从一顿一顿的家常菜当中吃出来的 我先问问大家 你们都平时怎么吃南瓜呀 反正我们家这个吃南瓜比较少 这个吃南瓜就像刚才莫凡说的 没啥花样 家常 那就是南瓜炖土豆呗 没吃过别的好像 我家吧 也像您家这么吃啊 但是大部分时间怎么做呢 蒸南瓜 把南瓜蒸了 对 蒸完特别软 然后特别甜 味道特别好 你看你们都在研究吃南瓜 我就想 我们那时候不叫南瓜 叫什么 叫窝瓜 对对对 说咱们北方好像从来没有说说南瓜还怎么样 我们就说蒸那个窝瓜 窝瓜 对对对 窝碰的窝 窝头的窝 说各地叫法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还研究吃这吃那 我看见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这年代呀 说到这个南瓜呀 我接触这个南瓜跟你们的吃法还真不一样 你说南瓜跟土豆在一起 这边蒸南瓜 这边压根小的时候没见过 没见过那时候 我小的时候吃这个南瓜是怎么吃的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那南瓜吧 放在锅里煮 煮的时候呢 拿那个糯米 搓成一个个就汤圆 那个石心汤圆 然后呢 用手给它一挤 挤得扁点 按我们当地话叫别姿度 就是扁扁的团子 就是你要实心的煮不烂 因为它里边没馅 然后这一个一个的小的糯米的扁扁的 这个小团子呢 跟南瓜煮在一起 我当时吃这个吧 我就特别不爱吃 我就想吃南瓜 因为那个糯米团子它不甜 就南瓜是甜的 南瓜有甜味 然后我盛的时候吧 就专门成南瓜 就不成那个糯米团子 那时候我奶奶还在 我奶奶就跟我说了 他说他管我叫小胖 我说小妹叫小胖 小时候脸大胖 吃南瓜一定要吃这个扁的团子 我说为什么呀 它不甜呢 我不要吃啊 奶奶就说 你要是不吃的话 你待会就会反酸 就是南瓜跟这个糯米团子 搁在一起 你吃了以后你就不反酸 而且还顶饿 所以呢 我们小的时候吃南瓜呢 就搁一点糯米的团子在里头 慢慢慢慢就养成这个习惯 一样 然后就一代传一代 我们家要是干什么 蒸南瓜也好 南瓜汤也好 都稍微带点主食 喂的是什么呢 怕单一的吃了南瓜以后反酸 哎呀 你看我这光想着 小时候看不着南瓜 我们家做南瓜都是南瓜炖排骨 炖肉 有味儿 好吃 这菜我也没吃过 是吧